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子久了 鲍斯科神父亲身体会到 招请合作者的困难 他很快便意识到 青年中间有些比较年长和品情较佳 他便慢慢地开始 邀请他们参与青年中心的工作 再者 他并没有犹豫向这些年轻人 特别在1854年夏天疫病发生时做出的无惧建议 和当修会扔在除建时 于1875年派遣他们出外传教 鲍斯科神父懂得怎样向青年们提出要求 让他们参与牧领工作之中的秘诀 今天 词佑会士被邀在不同的环境中去重新发现它 并付诸实行 1859年12月18日的世界 蕴含着第二个重要元素 词佑会士是一位现身者 鲍斯科神父很快便深信 现身和使命之间不可获分的重要性 也成为词佑会士培育中的基石 一粒种子绝不能发芽往上生长 除非它的根同时也往下延伸 当询问了甲发树神父和卢萨勒主教的意见 及教宗毕约九世的建议后 鲍斯科神父深信 他的合作者除了与他在一起 效法他所做的工作外 也要奉献给天主 好能为青少年的得救来奉献自己的一生 我们不知道鲍斯科神父发愿的日子 但是可以肯定 他是完全现身与天主 并经常与主结合 曾与巴斯科神父请谈两天的教宗毕约九世说 巴斯科神父常与天主在一起 为现身者特别为词佑和会士 修道圣愿包含着向天主奉献一切 真正的服从让我们在天主及掌上面前成为珍贵的 我们要怀着喜乐之情来履行会线或掌上的要求 因为他们能够保证我们是在做天主的工作 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在旅途上工作中健康或患病时 要忍受许多的不便 有些时候在食物衣物或其他事上 并不是自己的喜好时 这正是提醒我们所施发的神品圣愿 若我们想到他所带来的功德 我们便要接受这一切后果 真结却是极致需要的德行 伟大的德行 天使的德行 是所有德行的冠冕 旧主曾许诺 那些获得这无价之宝的人 直知在今世将成为天主的天使 在会宪中可以找到包斯高神父的信愿 来加强奉献和使命之间 那劳不可破的关系的方法 此优惠会宪于1874年4月3日 得到教廷决定性的批准 在梵蒂冈第二阶大公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更新 他代表着那些以此作为生活方式的人 正走上一条稳拓及不会穿错的成圣途径 包斯高神父那颗伟大及永恒 永不严倦的心 并不会终止与词诱会礼 当包斯高神父战术 即有些时候显示出时代征兆时 他创立了母诱会 协禁会及禁礼 禁教只有圣母善会 日后他的神子们 长寿圣神的驱使 也创立了其他修道或教友团体 营造一项涉及到许多人 为青少年工作的宏大运动 以慈诱会作为核心 他们被招以宽大的胸怀 去接纳慈幼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 是他们为兄弟姊妹 是家庭的一份子 以一份感恩及喜悦的心 表达出圣神以不同的方式来说话 共同迈向统一的目标 把天国带给青少年和穷人 我在耶稣基督内 亲爱的神子们 你们对我所做的服从 和你们为了延续和宣扬修会所做的一切 我有衷地感谢你们 在圣诏中 要坚心定制 恒心到死 你们要以遵守会线 来表达你们对我的爱情 我在天堂上 等候着你们 让我们 积极会祖在他遗祝里 留给我们的劝言 让我们在庆祝 修会成立 一百五十周年之际 帮助我们重新发现 他根源的生命力 并将他忠实地传授给今天的教会及社会 让我们传述我们的故事 及包斯高神父的故事 首批词诱会士的故事 和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让我们邀请年轻人 勇敢地邀请他们 跟随包斯高神父的梦境 为此之故 我今天 要求你们 一起重新 讲自己 奉献给天主 让他成为 更具深层意义 和确实的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